今天11点23分 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任务取得成功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电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载人航天工程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并参加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的 各参研参事单位和全体同志 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 是建设科技强国 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 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 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为后续任务展开 奠定了坚实基础 希望你们大力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自立自强 创新超越 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投资上建造任务全面与辣将导臺 店里面建造工人